独居八年的庄阿姨 任流浪狗当干儿子 每天一想亲儿子 就给狗儿子黑头洗澡 但垫高的马桶 溢水的地面 加上他本来就有痛风 每次给狗儿子沐浴更衣完 他就腰疼腿疼直不起腰 亲儿子小庄心疼老妈 立马买车带老婆孩子回老家 庄阿姨高兴坏了 俩儿子都骑了 还多个亲孙女玩玩 结果八十三平的家里住不开 懂事的狗子离家出走 没在国道边吃上蛋黄派 饿了五天溜回家 三代四口带一狗 日子过得鸡飞狗跳 小庄夫妻通常晚睡晚起 每晚十点半庄阿姨准备睡觉 他们俩要看的电视才刚开始 就算一件静音 神经质的庄阿姨都能听到电流声 总有一万个理由睡不着 表面出来喝杯水 实际按戳戳催他们赶紧睡 到早上四点多 刻在骨子里的生物中叫醒庄阿姨 她又是出门买菜又是打扫卫生 没人看管的狗儿子 不小心吵醒孙女 本来要睡到八点的小庄夫妻也只好起床 老人睡得越来越晚 儿孙们起得越来越早 一家四口都受不了 更离谱的是 早起刷抖音还找不到厕所 家里唯一的马桶还藏在庄阿姨的衣柜里 好家伙 这样的设计窜不窜位她不管 就图马桶离床近 十秒钟结束战斗 便秘三天的两夫妻上节目求改造 希望通过改房提高生活质量 让一家人和宠物都有自己的空间 庄阿姨带着狗儿子也表示同意 听到召唤 大个子暖男情郑申请出站 实地考察房子 才发现这次改造不简单 谁家好人厕所藏在衣柜里呢 亲儿子小庄都压不住嘴角 家里总共83平 是典型的两室一厅 带两间厕所 另一间客位堵骂 现在是狗子专门的浴室 空间小 没有地方坐 庄阿姨只能站着给狗洗澡 人美心善的儿媳小雪是母婴主播 每次占用客厅拍视频 设恐的庄阿姨就会躲回小房间 生怕露出一根头发丝 但客厅里堆满三代人的杂物 背景非常混乱 拍出来的视频都没人点赞 小雪就想要一个干净的背景墙 设计师总结归纳房子的问题 和每个人的作息时间 最终敲定方案 改造前 两个卧室门对门 设计师互换老人房和夫妻房位置 横向扩大卫生间 打造成套房 把北套房的门开在入户门左手边 南套房的门开在阳台旁边 两个门相聚一整个客厅 两个卧室彻底独立 什么时间出入 都不影响隔壁卧室 北套房靠近厨房和玄关 方便庄阿姨进出 南套房相对独立 也适合小两口居住 剩下露台和客厅两块大区域 设计师和庄阿姨沟通后 决定拆除露台 改造成一个花园 庄阿姨能在这里遛狗 爱狗老人举双手双脚赞场 占了房子快一半面积的客厅 设计师计划削弱会客功能 改造成一个多功能区域 兼坐孙女晚晚的游乐区 经过设计师和施工队 两个多月艰苦奋斗 83屏杂乱老屋焕然一新 一进门 是经典黑白配色的大客厅 采用大量的线条设计 在视觉上营造大空间假象 庄阿姨直呼 我真是遇上贵人了 左侧的墙是送给孙女的涂鸦墙 用抹布可以直接擦掉 右侧是定制的黑色橱柜 使用长轨推拉门替代小柜门 以后小雪拍视频 只要一动拉门 就能随意切换黑白背景墙 橱柜的中间 放置大餐桌 最多能容纳五个人一起用餐 旁边是延伸出来的电脑工作台 夫妻俩可以在这里办公拍视频 下方搭配定制椅子 带小靠背 小雪工作时 让女儿坐在旁边 也不担心会摔倒 厨房重新调整洗切主动线 拥有超大操作台和宽敞的通道 调味品都收纳静调柜里 可以自动升降 搭配灯带方便又好看 厨房可以通往室外露台 门的内外侧都安装扶手 为庄阿姨保驾护航 原先堆放杂物的露台 摇身一变成小花园 走下露台的台阶 是给黑头定制的专属狗窝 以后狗子冬天跟庄阿姨睡老人房 夏天乘凉就睡小庭院 右边是洗衣机和烘干机 腾出了室内面积 也省得小雪晒衣服 露台外围是大量的绿色植物 旁边是大茶桌 爱喝茶的小庄狂洗 头上是自动遮雨棚 下雨天也能喝茶 从露台走回房子里 紧挨厨房的是老人房 69岁的庄阿姨孤苦大半辈子 对房子的试老设计 设计师精益求精 摇来擅长是老化设计的本间柜石 在卧室门的闭合处 做特殊的隔音 能降低门外40分贝以上的声音 现在史外呢 我们现在放的音乐 大概是在70多分贝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看 关上这个门之后 是多少分贝 那现在就只有30几分贝了 35分贝左右了 卧室整体调高 做下沉处理 天花板内嵌灯带 和四周的橱柜融为一体 空调设置在上方 防止空调口正对老人 床头带红色紧急按钮 庄阿姨只要伸手按下 小庄和小雪的手机 就会立刻收到提示 老人为干湿分离 马桶两侧加装扶手 帮助老人更好地蹲起 墙面上同样带红色警报按钮 以防老人摔倒出意外 淋浴间地面采用防滑砖 花洒的对侧 设计师家装可折叠影 方便老人坐浴 放下隐藏架子 这里还能成为 狗子黑头的洗澡房 庄阿姨再也不用 弯腰给黑头洗澡了 隔壁是小庄和小雪住的 男套房 天花板同样内嵌灯带 点雨线完美结合 科技感满满 右手边带飘窗 比老人房多一张婴儿床 小雪可以坐在飘窗上看孩子 让小两口最激动的是 他们俩终于有自己的卫生间 再也不用和老人抢厕所 淋浴间还有小雪想要的大花洒 返回大客厅 窗边是送给孙女玩玩的 专属游乐区 椭圆形的下沉式设计 孙女能在里面玩耍 大人可以坐在边上 等到孙女再长大点 把下沉的坑田上 就可以成为孩子的卧室 设计师已经提前在游乐区外 做好折叠门 从两侧合起来 就是预备给孙女的儿童房 设计师简直不要太满心 房子看完了 防止黑头走丢 节目最后 设计师还不忘请出 辛苦工作的施工队 和小庄一家一起 向他们的辛苦付出致谢 最后晒出账单 硬装包人工23.5万元 软装7.3万元 露台1.9万元 总共花费32.7万元